声波攻击被称为冷战以来最神秘的攻击事件 现在美国华府居然也遭受类似攻击 而且地点敏感靠近白宫南面 类似的攻击事件几乎都是针对美国外交人员 最早在2016年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发生 但中国大陆及俄罗斯也都相继出现 一名前CIA探员就说自己在2017年与俄国首都被攻击 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发表的研究指出 这可能是地向无线电瓶造成的 出现耳鸣头晕剧烈头痛恶心被称为哈瓦那症候群 这类声波武器可以透窗穿墙 不排除可在数个足球场或几公里外发动攻击 现在连白宫南面都沦陷 美国国安拉警报 联邦机构已经着手展开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